這間專訪的嘉賓 每次見到她都這麼名艷照人 我們歡迎Irene, 蚊碧霞 大家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年Irene的寫真 選擇在賽班島拍攝 其實自己是否特別鍾情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跟海好像分不開 因為我小時候在條街嶺長大 都是看著海, 很喜歡海 所以想選擇一個地方, 自己沒去過 所以就選了賽班島 這次這時候出這本寫真 可否說是你那份很好的生日禮物呢? 即是七月份 也是的, 剛巧在我差不多生日的時候出 最主要是送給一些喜歡我的粉絲 喜歡我的人, 送給他們一個禮物 今年除了你出寫真之外 羅琳也會出寫真 大家不其然都會把兩位美魔女作比較 其實自己怎麼看呢? 我沒想過這件事 第一, 我從來不太跟別人比較 因為我覺得每個女生都有自己的優點 和每個女生都有自己的美感 第二, 我覺得最重要是拍出來 可以留下你在這個時刻 你最漂亮的時刻 說到性感這件事 我知道並不是女士們的專利 其實男士們也會有性感的一面 其實有否發現老公的性感的時候呢? 有的 是嗎?是甚麼時候呢? 我覺得一個人在他很投入工作時 那個樣子是最性感的 我有一個好奇 兒子有否都有性感的位置呢? 會不會是一個甜美的笑容 令你覺得很性感呢? 小朋友還沒有這些性感 是 但小朋友是很有趣的 是, 他很有趣的 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自己是一個好樂天 這件事很像我 而且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畫畫 這些都很像我 現在跟兒子、老公相處得這麼好 會不會自己也覺得去旅行 是一個真進感情的很好的方法呢? 是呀, 其實也是 因為我經常覺得藝術在香港 好像…我經常覺得不太有自由 因為始終外出, 大家都認識你 或者經常感覺會被人偷拍 我經常覺得…所以去到其他地方 我就可以很放鬆 跟老公一起去旅行 在你身邊 會不會成為了一個御用的攝影師呢? 經常幫你拍很多美照 是呀, 他也會經常想一些地方 帶你去哪裡玩 他自己的東西有很多 他很懂得哄我開心的 是… 而且他也挺浪漫的 他會喜歡帶你去看日落 帶你去搭單車 會做很多女生很喜歡的事 是呀, 今年也很投入在電影工作上 前陣子就剛拍完一部電影 就飾演一個有毒癮的臥底 是否真的從來沒有演過這類角色 是呀, 所以很挑戰 很多時候真的要演的狀態 要讓自己很聚 要令自己很…有一種感覺 所以自己演的時候 到現在都覺得好像… 好像自己還是阿玉一樣 之前聽你說這部電影 是近年自己最欣賞的一部電影 但同時也很辛苦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也不是很辛苦 其實我… 從小到大都熬到大了 沒有說是否辛苦 但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去泰國拍攝的時候 是很熱的 我們有三十六度外景 是那一刻比較熱 最主要我自己很喜歡演戲 當你有時投入的時候 都不知道會甚麼是辛苦的 就是會很享受這個時刻 今年真的這麼投入在新戲的拍攝工作 自己會不會相對比之前 少了時間和老公、兒子相處呢? 其實這樣也不錯 是嗎? 我經常覺得小別性紛紛 就是你要大家有些距離 有些…大家忙 你才要掛著對方 每天見到你… 每天見到你… 每天見到你沒有 都會懂得這麼珍惜 我覺得人是很差的 所以其實… 還有我覺得最主要是 大家都應該有自己的理想 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 你也很感謝Irene的分享 亦希望Irene在家庭工作方面 都可以兼顧得到平衡得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